强迫性购物者条件 去做的一个统计 也就是它有七项 那现在电视前的观众朋友 跟我们一起来勾选 有这个感觉你就勾 那不代表你会试购物证 强迫购物证 还没有那么严重 先不要害怕 先勾 大家都先勾 第一题 经常没有思考说自己在买什么 然后呢而且为什么要买 你就花了钱了 有没有 有的就勾 在花钱时根本不会去想 自己还有多少钱 哦这 这个 这只有郭台铭可以勾吧 好 再来习惯将购物当作产生快乐 或奖励自己的方式 哦我打三个勾 OK 想到某个朋友已经拥有了 某样商品 你就想拥有它 我还好 人家能穿的我不一定能穿 再来 隐藏起自己想买的东西 在自己的真实花销上 沙皇 婚姻中会 OK 好 很多买回家的东西 一次都没有用过 啊 待会就秀 好 每次买完都很后悔 但是还是停不下来 哦我不做后悔的事情 我就接受我的错误 这样子 好 来我们请翻牌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三位特别来宾 够不够资格来到我们的现场 你勾了七项 你勾了七项 你勾了五项 OK好 徐医师几项可以来 一般就是来讲 其实七项里面 只要有五项 可能就符合资格啦 所以三位通通符合资格 我觉得就是有这个潜力在 或者主义高风险的族群这样子 那你可以帮我诊断一下吗 因为今天制作单位 说我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说我没有这个问题 结果我的经纪人就说 我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帮我想到 我曾经买过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这个东西呢 你看就知道 它是同一个牌子 对不对 然后呢 它还没有拆开 现在这种买了都还没有拆开 忘了 这已经买了快要一年了 忘了拆开 这样算是购物证吗 这个应该是失忆症的一种 因为你已经忘记自己买过了 然后第二个是 可能你在从事购物的行为 是很快的 但买完那个瞬间的时候 你可能忘记你的购物的目的 所以你就变成第二个问题 叫 你可能就买起来 不晓得给它放到哪边去了 所以我就不是 但是根源还是跟强迫性的购买 有一些关系 就是说 你在购物的过程当中 可能你释放那些多巴胺 或解心术 让你我们讲的 可能你的感性压过你的女生 你不懂啦 邓医师就懂 你看到这样的包装 就很想打开对不对 然后就觉得自己拥有很多对不对 我要爆料啊 我刚问美人姐说 啊记在里面是什么 我真的忘记了 这是我经纪人从我家里收出来的 OK 好 我们看看这是什么 四个耶 刚好一人送我们一个了 你确定你啊 我是可以送你喔 我是可以送你喔 而且你看那个日本人包装的多好 说明书这个 哇很棒啊 我们很需要啊 你不需要吗 我是在选颜色 你看我有一个困难 就是我不知道什么颜色好 我就会 包装 因为它都是一样 我们要一人一个喔 就一个要四万块日币耶 一个要四万块啊 那更要啊 你看 你看这多美 你看 你看这有多美 我都不知道这个用途耶 那送给我就好了 我帮你用 这是帽子来着啊 帽子圈的吗 来你出来 许长的你出来 这就是好物啊 说真的没错 我想回过 这是欧北龙棍要出国去玩喔 哈哈哈哈 啊 算了啦 美姐 我帮你当成围巾好了 这可以当围巾 这可以当围巾 是啊 这可以当围巾 阿德 我就跟你讲 录影的时候 不要随便得罪 美姐 哎呀你 你好难看喔 我来好了啦 不然你用这顶好了啦 这顶比较适合你 哈哈哈 中东比较像 旁边还有花边 还有蕾丝 对啊 他是可以这样子的 对 很美吧 你看这个当 当披荐 围巾 没见过 你应该很普通的衣服 我们觉得当围巾 很OK 是不是 很美嘛 但是你看 我認為 你看好搭喔 你自己看大不搭 你看 你知道它這個 這一條是最貴 因為它有這些線條 我覺得真的很好看啊 我是覺得 我完全可以想像那個情景 其實很多購物衝動就是這樣 就是當場的時候 對方在示範給你看的時候 因為他非常熟悉這個東西 所以他會讓你覺得 這東西非常的有用 他可能有十種打法 但是你其實沒有學會 對 然後你就覺得說 每一種顏色都很好看 在那種氣氛之下就買回來 這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沒有思考 一般人都會覺得說 這是很嚴重的人才會沒有思考 就是沒有思考又健忘喔 那是吧 它霧是不是很好看 很好看 它比起來是不好看 真的很好看 可是你剛才戴在我的頭上 有好看嗎 因為我是不會擺 那可能是人的問題 我相信 我相信它示範在美人姐身上的時候 一定有很多種方法 美人姐都覺得 哇 哇 哇 然後就會買了這麼多 是 所以是我們的錯嗎 你在那當下 你的感性還是壓過你的力氣 是是是 這是沒有錯啦 是生病而已 這是有一種覺得自己會變好的 一種感覺 就是那種感覺 你不懂啦 阿德 不過我想問一下 許醫師喔 就是說有沒有那種說法說是 可以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購物狂有幾種 購物狂只有這三種的特質 第一種當我們講的 因為它英文叫 也就是說 它是跟強迫症的症狀表現 是有關係 你明明連大腦跟 像美人姐講的 已經看了一件應該就OK了 你就覺得說 很難做決定 不應該再買了 可是這個念頭會一直告訴你說 今天不買會可行 再不買就沒機會了 這種感覺 什麼時候何能才能有 搞不好你是在歐洲或在哪邊 在日本才看到的 所以你當下就會做這種 決定這種強迫的行為就會出現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什麼 因為還有牽扯到情緒的感覺 也就是說 你不買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焦慮 我們才講有一種焦慮的症狀 你可能會坐立不安 你可能難以下決定 這時候你心情就很反覆 那這個店員就當作一個 安撫的對象 哇 這稱讚你多好 這個真的放在你這邊太棒了 所以你的焦慮就得到貧富了 所以就滿足了 這第二個 那第三個 就是你應該要有 理智眉出現叫衝動性 這衝動控制 你應該控制自己說 其實我錢還有其他的用途 不應該這時候全部都縮花了 可是當下也就是說 管他的 先縮下去 再回去賺就有了嘛 就會有這個情況 所以就會有這個衝動控制困難 所以才會有放在成癮裡面 就是有這個狀態 跟上癮事實上是很類似的 還在繼續玩 自豪不理會我的解釋 好看 對不對 我就像你這個眼神 可是你知道嗎 如果是我媽的話 他就會問你說 請問你戴這個 跟戴剛剛那個黑的 有什麼不同嗎 不一樣啊 這是藍黑耶 哈哈哈哈 所以都是會有自己的 合理化的解釋這樣子 所以購狂是病嗎 其實這在精神醫學上 被爭論了很久很久 在十年前曾經被認為 應該要列為病 可是後來大家又 做了很多的調查之後 覺得說很多人這樣子過得 自得其樂 就像我們這位 所以後來他們就把它 是列為某一種傾向 那目前它並沒有在精神疾病的 正式診斷裡面 可是 如果你購物 購物狂到了 像剛剛許醫師說 它可能已經是一種 嚴重的強迫症 強迫症就是 你自己已經痛苦不堪了 然後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是 你嚴重的影響到 生活的功能 例如說你造成你的經濟危機 你造成你的 跟家人的關係有困難 這些你可能就會分別落入不同的疾病裡面 那像剛剛許醫師有開玩笑提到 失智啊 如果你買到你記不住的話 可能就會 你管理上有問題的話 這種就是病 我以前有一個 那個就是做過一個案子 一個藝人 然後他的購物狂 讓我就是嚇了一跳 因為原先我們就以為 就是因為有時候 三文通告 他就想去超市買東西對不對 你知道我們每次去買東西 只是去超市買東西 他叫三部車來站 因為他比如說看到這樣的東西 就整個就掃回去 然後呢 最嚴重的是有一次 我們去日本拍廣告 你知道那個廣告的 他的酬勞是 大概兩百萬台幣 你知道嗎 他去那邊拍完的時候 就把那兩百萬全部買完 而且是怎麼買呢 就是拍完的時候 只剩一天的時間 他就說直接到表餐道去 直接進去 然後就直接跑進一個店裡面 然後就開始選 男生女生的東西 因為他那時候有一個女朋友 然後呢 就買了 譬如說 就像看到你那個東西 他說 那有幾個顏色 八個顏色 有幾個尺寸 四個尺寸 全部各了一個 然後呢 買完以後呢 就突然發現說 女朋友還沒有買 就在隔壁 女生這一區 就是說 還剩下多少錢對不對 就是全部全部各了一個 然後就把錢就花完了 他好誇張喔 很誇張